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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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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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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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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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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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借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 我們等一下會講什麼是台灣 台灣才會去參加 才會出席 所以台灣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保護關係 宗族關係 還是附屬關係 這三種關係都意味著某一種管轄權的關係 然後中國為什麼這麼做 美國 這裡沒有講到美國 美國又做了什麼 我們等一下來看 所以我的順序是這樣 首先先介紹這個台灣當局是這個新聞 再來就是這個新聞你要去注意的美感 就是它的美感在哪裡 它的新婚跟它的原因來龍去脈 再來我們去看一下ICO的規章 就是這個國際民養組織的規章寫什麼 再來我們看這個維基解密可以提供我們作為 這件事情本身的一個真相的一環 這個新聞是這樣子的 自由時報在今年的9月23號呢 就是說這個中華民國的民航局長神奇呢 參加 帥團參加民航組織 他說 這也是我國離開聯合國後首次再回到ICO 這句話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 我國是什麼 我這個題目為什麼叫國家變變變 這牽涉到很多國家的概念 這個我國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國家嗎 台灣是國家嗎 對啦 等一下我們再想 再去看到底是什麼 那不管是怎麼樣 好就算是中華民國好了啦 中華民國有離開聯合國嗎 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聯合國覺得聯合國是國家的請舉手 那覺得聯合國不是國家的請舉手 那為什麼很多人沒舉手 不知道 好那沒關係 聯合國不是國家 雖然它有個國字 所以你要有一個概念喔 不是有一個國字的就叫做國家 所以我國是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它有個國字嘛 OK好大家有的觀念蠻清楚的 所以有一個國字不代表是國家喔 好我們再看這個國是什麼 聯合國的英文是United Nations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國是Nation 你要把這個字記起來 Nation我們等一下會再看到 所以 中華民國有沒有離開聯合國 覺得有離開聯合國的請舉手 覺得沒有離開聯合國的請舉手 不知道請舉手 蛤 中華民國沒有進去怎麼離開 好OK 所以說大家都搞不清楚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中華民國或是 中華台北或不管怎麼樣 這個台灣當局這個政權 從來不教育台灣人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政府 是什麼 什麼離開聯合國 中 你要曉得喔 聯合國是什麼意思 聯合國是說 一些主權國家 他們集合在一起的一個國際組織 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最大的 世界上最大的 事實上你不是說政府間啦 國家的組織 他為什麼不是國家 因為就算是他的理事會 他最高的那個長冷理事國 他都不能 他都不能說直接對某一個國家直接號令 他雖然可以通過一個決議說譴責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他沒有所謂的說 你這些國家不聽我的話叫做叛國 叛聯合國 沒有那回事 沒有效忠這回事 即使他們是聯合國的成員 所以這個聯合國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他們有一個效忠服從的關係在裡面 你要記得喔 效忠服從 效忠跟服從 是一個國家裡面很根本很核心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 誰離開聯合國呢 好我剛才講了 聯合國是什麼 是一群國家的國際組織 對不對 一群國家聯合起來 每個國家派一個代表 在那個組織裡面坐在那個協會上 一起討論一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 它的組成成分呢 基本上就是國家 可是呢 什麼是國家 國家是一個空方的概念嘛 它要代表 這一群人民 在這個土地上的這一群人民 他們共同意志組成了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 或是這個元首 代表這群人民 所以這個國家的代表 通常是一個政府 中央極權的國家 它就是中央政府 所以 雖然聯合國是由一群國家組成的 可是它是由每一個國家的代表 也就是那個政府的代表 坐在那個席位 那個國家的席位上 這樣大家清楚了吧 懂嗎 就是說 雖然是國家是聯合國的組成成分 可是呢 是由這個國家的代表 那個政府代表 代表的政府 或是那個政府的代表 去坐在那個席位上 國家的席位上 所以 中國是 中國跟中華民國是什麼關係 中華民國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它的本質上 都只是中國的一個政府或政體 OK 它不是 它其實就是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或政體 所以在1949年以前代表 1949年 就是1911年到1949年以前 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 叫做中華民國 它是個政府 它雖然有個國字 它不是國家 它是政府 所以它就是中國的那個政府 1949年以後呢 這個代表權是有問題的 但是還是被很 被美國這些國家承認它的代表權 一直到1971年的10月25號 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文 說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中華民國 這個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國了 它不能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就變成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政府去取代 所以聯合國那個座位 聯合國討開會那個座位的名牌 上面還是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個名牌沒有被拔掉喔 為什麼 因為 國際法它 它是一個很實際的法律 它不會妄文生意 它不會說 因為你名牌沒有拿掉 就覺得說你中華民國還能夠代表中國 不可以 它說 反正沒有人會誤會 沒有人會誤會 因為名牌寫中華民國 就誤會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叫做中華民國 或者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代表中國 不會的 所以你要了解 明跟時中間的這個差異 跟它的關鍵就是說 中國從來沒有離開聯合國 那是誰離開聯合國 是蔣介石組成的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不能代表中國 不能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是這個意涵 OK 所以你看 光是簡單的一句話 要解釋這麼久 這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清楚 好 我們繼續看 聯合國專門機構 在24號在加拿大舉行 因為這個ICO 它成立它的主要的組織 它的那個都是在加拿大蒙特樓 Montreal 那連 這又寫錯了 什麼叫台灣退出聯合國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過聯合國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個記者也是 沒念書 或者說沒有常識啦 其實我們今天在講什麼 我們就在講常識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聯合國 什麼是中華民國 這不是常識嗎 可是台灣人就是沒常識 我是講實在的 也是很沉痛的 今年首度以特要歸賓參加 這個其實也不是貴賓 不是特要貴賓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只是貴賓 只是來賓 中華台北代表團出發 你看 它這邊寫台灣退出 這邊有寫中華代表台北 代表團 我國台灣中華台北 到底名字是什麼 名字叫台灣還是叫中華台北 還是叫一個莫名其妙的中華民國 台灣的頭腦開始混亂了 我們繼續看 我不知道記者會不會混亂啦 記者寫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的作文會不會得幾分 台北團隊有出發 然後你看 管碧琳民進黨立委 拿出邀請函指出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 這個世衛大會 就像世衛大會 就是WHA啦 WHO的大會叫WHA 邀請來呢 台灣地位遭到矮化 這句話對不對 我們每看一句話都很小心 因為記者都是亂寫的 但這句話是不對的 因為你要曉得什麼是台灣 台灣跟中華台北是什麼關係 我們繼續看 其實我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那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台灣當局 所以你看 你看一個 你要判斷一句話對不對 一個人家講的這句話對不對 這個文章的這句話對不對 你要先想 那個字 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 像剛剛這裡 他直接寫台灣 他沒講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已經告訴你 那個台灣是台灣當局 OK 我們再去往下看 他這裡 這個民航局局長回應說 特邀貴賓與觀察員權限相當 這是對的嗎 事實上你如果去看ICO的規章 他就告訴你說 並不是相當的 並不是相當的 那個 ICO的規章呢 他有說觀察員是什麼 觀察員可以參加 這個討論這個議程 我們要討論這個 航線怎麼規劃 他可以參加討論 他只是沒有投票權 那這個來賓 來賓根本就不在規章的規範裡面 他根本就是 人家就是 要發邀請函才能去 而且坐在最後面旁聽的 所以他根本不能參加議案的討論 所以根本不是 沒有所謂權限相當 所以這也是民航局長在胡說八道 欺騙台灣人民 OK 他說呢 以往未加入ICO 最新措施都是由鄰國告知 其實你看蘋果日報的報導 他就告訴你說 其實他們 這個民航局呢 都是去網路上買書才知道 人家你看喔 他說ICO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在中央山脈規劃一道航道 台灣是最後才知道 包括航路高度 方向管制等重要飛航細節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 非常危險 他在 國際民航組織 在台灣的中央山脈上面 規劃一條航道 沒有經過台灣當局的同意 那台灣當局真的對台灣的領空有管轄權嗎 沒有嘛對不對 對 中華民 台灣當局的這個 民航局長都已經講實話了 台灣人還看不出來嗎 他自己沒有 沒有這個台灣領空的管轄權 你看這個就是神奇 這是蘋果日報的照片 它上面寫什麼 Gast Gast是什麼 來賓嘛 不是特別來賓嘛 特別來賓是special guest 它上面寫什麼 Chinese Taipei CAA CAA就是民航局 Chinese Taipei是什麼 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全名叫做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等於 明天可能就是有一些講師會跟大家講這個名字的由來 所以這出席身份的原有 這美港是什麼 1944年的時候呢 52個國 這個又是什麼國 你看到 你現在每看 你看到一個國 你就小心那個國代表是什麼字 他簽了一個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他簽了一個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因為他是在芝加哥簽的 所以又叫做芝加哥公約 這個中華民國就是ROC 是創始會員國之一 其實就是ROC 他還能在那個時候代表中國 1947年後公約生效 所以這個國際民用組織就成立了 他在1951年退出 然後在1953 很好玩喔 在1951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 雖然1949年的時候 他在 他已經 逃難到台灣來了 蔣介石的集團 不要說整個中華民國 是蔣介石的集團 逃難到台灣來了 然後在台灣又重組 中華民國 但是那個時候 雖然他那時候代表權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像英國 他就很快就不承認 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中國 但是美國還是承認 美國並沒有撤離 對中華民國的代表性的承認 所以他那時候還是 還能夠在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常任理事國 他是常任理事國的成員之一 但是他為什麼要退出 這個聯合國下面一個最大的 這個專屬機構 在1951年喔 這是很有意思 很有 很特別的事情喔 然後你看這個 1953年 國際民航組織在澳洲 召開這個空中航行會議 中華民國應他邀請 又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然後呢 在那個年年底呢 在那個會議中通過議案 承認台灣為 國際的空中飛行管制中心之一 同年7月 同年7月 在倫敦 然後呢 國際民航組織 一個就是ICO 又通過 他能夠重新加入 很好玩喔 在這一段期間內 中華民國還是 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可是他為什麼 在聯合國下面一個 最大的專屬機構 他要先退出 然後再用觀察員 然後再加入 你不覺得很趣 這背後有構思啦 這個背後 如果看得懂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了解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國際關係 1951年發生什麼事 大家要了解 1951年發生很多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1951年的2月 這個聯合國通過 譴責中國人民解放軍 侵略朝鮮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這件事情呢 如果大家去看那個 秘書長寫那個 新台灣論的話 他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這件事情呢 開羅宣言 或是開羅新聞公報 可以不用被履行 因為中華民國都告訴我們 他就是依照這個開羅新聞公報 開羅宣言 取得台灣嘛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雖然開羅宣言 開羅新聞公報 它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它只有道德的約束力 因為它是一個政治的意象書 它只有道德的約束力 可是呢 也是因為 那個中國人民解放軍侵略朝鮮 所以 到現在為止 盟軍不覺得 盟軍可以解除這個道德的義務 OK 所以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 其實我要講最重要的是 那一年發生什麼事 那一年的9月 1951年的9月 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 古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對台灣人影響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你不能知道 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那是影響台灣地位 影響台灣每一個人的一個條約 所以9月簽了 那為什麼 所以他在那一年退出 一定有問題嘛 一定跟他有關嘛 那我的解讀是這樣子的 供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說 因為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他並沒有承認 中華民國取得台灣這塊領土主權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雖然他 中華民國在那個 在早之前 就是日本投降之後 已經因為盟軍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來佔領台灣了 雖然中華民國在那個之前 已經來佔領了 佔領的意思是說 他要建立一個軍事當局 就是 然後在那邊管理 但是呢 什麼是 合約的意思是什麼 合約的意思就是 要解除這些戰爭狀態 要把這些戰爭的事情做一個了結 所以 佔領的意義到那時候會有改變 除非 另外有寫說 這個佔領要怎麼處理 否則 佔領的意義會有改變喔 所以中華民國 雖然在1951年之前 他是台灣的佔領當 佔領 佔領者之一 佔領者 但是因為簽了合約之後呢 他就不能理所當然的取得 台灣這塊土地的管轄權 土地上面的管轄權 土地就是領土嘛 領土上面是領空嘛 所以呢 這個非航組是牽涉到領空嘛 那 因為他沒有在這個條約 合約裡面取得這塊領土 所以 他要怎麼樣去管這塊領土 跟上面的領空 那就必須要特別的安排 尤其是 在這個合約裡面又 第23條 確定美國為主要佔領權 所以 什麼是主要佔領權 就是說 中華民國要在台灣 做什麼事情呢 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他要跟美國商量 OK 當然那個時候還發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1951年的 9月8號是簽署 就印象和平條約嘛 在1951 19 19 1952年的 4月28號生效 就印象和平條約生效 生效的同時 美日安保條約生效 那在這兩個 這兩個條約 這兩個條約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好像半個小時還是一個小時 忘記了 這前幾個小時呢 日本跟中華民國簽了台北合約 你看喔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都有 背後有生意的 大家去想國際法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也就是說 在 就印三條約 還沒有生效 前幾個小時 由美國受益下 中華民國去跟日本簽台北合約 意思是什麼 美國去安排說 日本去跟中華民國 所以在1952年4月28號 尤其是 4月28號是簽那個 簽那個 簽那個台北合約嘛 那一年的8月5號 換文生效 所以在1952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 雖然已經就印三條約生效了 可是中華民國 他取得了台灣管理當局這個title 這個頭銜 日本承認的 日本國政府承認的管理當局 OK 所以也就是這樣子 他必須先退出 等到他生效之後 取得管理當局這個頭銜之後 他再去加入 然後通過一案 承認這個空中飛行管制中心 是有這個台灣當局管的 這樣大家清不清楚 有點複雜 然後呢 這個時候 他再把他另外一張名片拿出來 叫做中華民國政府 也就是說 這個蔣氏集團他有兩張名片 名片上面就有頭銜對不對 名片上面有名字對不對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啦 兩張名片的名字 在那個時候都叫做中華民國 可是這兩張名片的頭銜不一樣 第一張頭銜 叫做中國的代表政府 但是中國代表政府 中國沒有取得台灣這塊領土 所以他必須先把這個名片放下來 他用1952年那個 台北合約生效之後 他取得另外一張頭銜 這個頭銜叫做台灣當局 台灣管理當局 台灣治理當局 這樣大家懂不懂 名字在那個時候都叫中華民國 可是他有兩張名片 一個名片叫中國的代表政府 另外一個頭銜叫做台灣當局 他必須要用台灣當局這個名片 他必須被這個 就是說他先取得那個頭銜 他才能夠在這裡合而為一 但這件事情 後來又會變化了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後面即即可危了 那 1971年 10月 就是我剛剛講的 10月25號 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退出ICO 其實是在後四年 為什麼呢 蔣介石的代表退出 這是2758號決議文的敘述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在那時候不能代表中國了 不能在聯合國 尤其是聯合國的相關機構代表中國 那是1971年10月25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聯合國他就發文給聯合國相關機構說 你們也要開始照辦 參照辦理 所以 照理說 你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PRC啊 就在那個時候能夠加入ICO呢 其實不是喔 為什麼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簽芝加哥公約 你必須簽了芝加公約以後 你才能加入ICO 才是締約方啦 所以他在1974年的時候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才通過了芝加哥公約 他才能夠在那個時候以後代表中國去加入這個國際民航組織 那在這個之後呢 美國在2010年之後陸續做了一些事情 他國會通過一些決議案 要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民航組織 決議案大家要有一個嘗試 決議的英文叫resolution 在美國的國會裡面 這個決議案是沒有約束力的 他就是個國會議員呢 通過一個決議案就是說 我們建議行政單位應該做什麼事 但是對行政單位是沒有約束力的 但是呢 在今年的 OK我們等一下就看到 現在是去年的9月7號 這個APEC就是在海生威的APEC之前的聯胡會 聯戰跟胡錦濤會面的時候 胡錦濤說 中國將會認真研究台灣以適當方式參加國際民航組織 所以中國他也想要干預 但是這是政治口水 他沒有真正立一個法 可是美國是怎麼做 美國在今年的6月18號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1151號 你看這時候就是法案了 不是決議案 法案就叫B 他如果總統簽署之後是有約束力的 所以你看HR就是眾議院 眾議院 眾議院20號就是6月20號 口頭表決一致通過 這是另外一個法案 但這個法案內容是一樣的 然後呢 參議院啦 然後參議院又在 6月20號通過這個 眾議院的1151號 也就是說1151號是 眾議院跟參議院先後通過 整個美國國會都通 6月底之前都通過之後 7月12號 歐巴馬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所以必有 國會通過叫做ACT ACT通過之後叫做Law Law就是真正的法律 這個是對 美國的行政 美國的整個行政單位是有約束力的 所以他要求美國國務卿 要推動聯合國國進票組 就是ICO 在9月份的Montree大會上 接納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其實你如果知道 台灣是怎麼加入這個WHO的觀察員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的程序 就是美國先通過一個法律 要求美國的國務院推動台灣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同樣的 這在做什麼 美國在行使他對台灣的管轄權 懂我意思吧 他是台灣的保母 這個小孩子要做什麼事情 要保母去攤攤他監護人 這保母如果不出來講話 這小孩子什麼事都不能做 中國外交部發言 中國這時候就發覺事情不對了 因為在歐巴馬簽署之前 中國都不講話的 你去看新聞的話 中國除了這個胡錦濤聯合會 稍微政治口水講了一點話 他其實他都不講話的 因為他不知道美國在玩什麼把戲 但是在歐巴馬一簽署之後 中國外交部 你看在7月17號馬上就 就出來講話 他說美國國會通過有關法案 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及中美三個公報原則 其實如果你知道什麼是 一個中國政策 跟什麼是三個聯合公報 你去看過原文的話 你知道美國是沒有違反的 為什麼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他現在已經不叫中華民國了 現在叫做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簡稱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這個人呢 他有兩張名片 一張名片叫做流亡政府 他已經不是代表中國那個政府了 叫做流亡政府 另外一名片就是台灣當局 懂我意思吧 他的名字叫做中華台北 所以這兩張名片 這個美國通過這個法案是牽涉到哪一個頭銜 台灣當局嘛 他沒有牽涉到流亡政府嘛 對不對 所以美國沒有違反一個中國政策啊 因爲什麼是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就是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其實也只有一個合法的代表政府 那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是說 它只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府可以代表中國 是合法代表中國的那個唯一的政府 這就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它並沒有影響到 中華台北的另外那個名片啊 那個頭銜啊 懂我意思吧 這是美國在玩的模糊策略 但是中國他當然是 其實中國其實心知肚明啊 他講這個話是什麼 他是在 也是用這個模糊策略反過來約束美國啊 順便騙騙台灣人啊 騙騙不懂的人啊 但是他講這句話你要注意喔 他說外國勢力的介入於事無補 只會讓事情變得複雜化 所以呢 中國是很敏感的 他知道美國通過這個法案 其實在行使某種管轄權 懂我意思吧 那接下來就好玩了 美國通過一個法律 中國跳出來嗆聲 然後你要看台灣當局做什麼事 台灣當局就在那個之後呢 他就接受美國的安排 開始在推動 要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這個國際飛行組織 所以你看在8月8號的時候 今年8月8號的時候 他的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 還發文說什麼啊 請請這個一堆歐洲的國家也支持啊 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所以也就是說 中國台北 中國台北 這個台灣當局呢 他也接受美國的安排 這個小孩接受這個監護人的安排 但是事情發生了變化 什麼變化 就是我在9月26號的時候 變成說是 不是觀察員 而是來賓 而且是接到 而且新聞記者是說什麼 啊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說 是透過國際合作達成 國務院表示呢 其實是透過國際合作達成這樣的安排 所以這個事情表面上是什麼 表面上就是說 美國先通過一個法律 然後呢 台灣當局也接受美國這樣的安排 開始推動 要你觀察員身份加入 然後呢 中國覺得不對 所以中國就出來說 啊你這樣不對 你這樣不合規章 你只能用來賓參加 所以 並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建議才去邀請 而是說 本來是可以用觀察員的 結果現在因為中國的反對而變成來賓 這樣大家了解吧 這是 一則新聞你會 整個整個的議行會有很大的不同 你要看這句話喔 美方表示 美方表示 是台灣能夠在今年的大會參與呢 能促進全球的飛航安全 強化ICO這個組織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當然啦 因為你知道 這個飛機飛來飛去啊 在桃園機場 這個國際航線有多少 牽涉到 飛到多少國家的飛機 對不對 所以如果 台灣沒有加入 這個ICO這個組織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有一台恐怖分子 坐上這台飛機 飛到桃園機場 你知道 你如果坐過飛機 你會知道 台灣的這個桃園機場 是多麼 不重視安全檢查 我都給你隨便檢查 那你又知道 現在台灣飛到美國 政府叫做免簽啦 其實是 減免簽證程序 他不是叫 免簽叫做visa free 他不是visa free 他是visa weaver weaver是減免 就好像這個學費減免 他不是說免學費 是學費減免 visa也是 中華民 台灣當局 他是參加了美國的這個 簽證 所謂的電子簽證 也就是說 簽證減免手續的這個計畫 所以如果一個恐怖分子 他今天要攻擊美國 他可以透過台灣喔 所以美國雖然是 但美國也沒講錯啦 這個會影響到全球的飛揚安全 其實影響最大的是美國 因為台灣會變成他的漏洞 所以為什麼美國 這個保母要出來站出來了 你這個小孩子趕快給我 乖乖的加入 這樣我可以用ICO的力量去 要求你檢查嚴格一點 那 你看到中國是怎麼反對的 中國是說 依照ICO的規章 只有非締約國和國際組織 能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邀請台灣做觀察員 並不合適 所以他才建議說 要改成來賓 那所以呢 一直到9月他們才喬好 因為你看8月的時候 台灣當局還是說 我們要以觀察員嘛 對不對 所以到9月的時候呢 這個 中國的 中國那一方面 就要轉告神奇說 要穿得漂亮一點 也就是說 他們已經喬好啊 所以這是妥協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民養組織的觀察員制度 這是來自這篇論文 你看喔 在1980年公布的 理事會程序規則說 代表一位於 理事會佔有席位之締約國 一非締約國 一國際組織之其他團體之個人 經由國家或組織指定 並授權參與理事會的權益 對動議或修正案 不具投票提案或複議之權利 符合這個條件呢 持有被證明的憑證文書 可以 可以作為觀察員 他這個 他這個規定是比較鬆散一點 因為你看 如果依照去年的第七版的這個 大 這就是ICO ICAO 國際民航飛行組織 Assembly就是大會 所以是國際飛行組織的大會的規則是說 他只講到了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 他並沒有講 他並沒有講其他團體 有沒有 所以 這個 理事會對於觀察員的這個定義是比較寬大的 比較鬆散 他還包含其他團體 其實這其他團體的英文原文叫做BODYS 身體那個英文 BODYS 就實體 你可以翻成實體有時候是用 entity BODY 那 但是 但是你要看注意這句話喔 他說 呃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在空中航行會議指南跟意識程序規則裡面說 觀察員定義也是包含其他團體 也就是說不只是締約國跟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 還有一個其他團體 也就是說他不需要是國家也不需要是國際組織 OK 那而且呢他邀請這個締約國跟國際組織參與的權利 參與大會的權利是授予理事會 所以雖然我剛剛已經給你看到了 雖然這個大會的規則並沒有說其他團體對不對 可是他已經把權利授予理事會了 所以理事會可以 理事會的原則事實上是有包含其他團體 所以 所以其實是 中國講的是錯的對不對 因為中國說只有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嘛 對不對 那實際上你看了規章 艾口的規章你就發現 其實並不是 他還有包含一個其他團體 而這個其他團體是由理事會去認定的 OK 所以中國在豪小 記者也沒有去查證 所以記者跟著中國豪小 記者就是傳聲筒 我們來講這個危機解密告訴我們 這件新聞後你可以去觀察的一個角度 誰擁有台灣的軍事及領空管轄權 軍事的領空的軍事管轄權就是 講就是最近很熱門的這個ADIZ 防空識別區 民視的領空管轄權就是FIR 就是飛航情報區 這是來自台灣的危機解密網站 他說呢 美國再來協會楊書蒂 處長楊書蒂 在2007年12月20日 會見當時的國安局秘書長陳唐三 討論台灣民用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的還有聯絡事務署周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張秘書長等人 楊書蒂要求台灣當局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減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跟美方充分協商才能發布相關任何回應 這就是小孩子要講什麼話要經大人同意嗎 有沒有 然後呢楊書蒂要求台灣 就是台灣當局啦 不可對這議題進行政治操弄 必須美方磋商才能發布任何軍事行動 那是什麼 誰對台灣當局有軍事管轄權 美國嘛 楊書蒂是誰 美國在台灣的 在台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 雖然這個代表美國 但是他只是一個民間組織 一個民間組織的處長 還不是主席喔 處長可以跟 國安會秘書長講這個話 等一下你就看到他還跟誰講 他還跟 那個國防部李天 國防部長李天宇講 你看喔 陳就是陳唐山啦 陳唐山同意會在軍事活動前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山向楊書蒂保證陳水北總統或是國家團隊都不會介入軍事討論 會議進行到尾聲呢 楊書蒂告訴陳唐山他已跟李天宇部長 就是那時候的國防部長李天宇 交代好要持續跟美國在台協會保持聯繫 一個民間組織可以去訓課 國安會秘書長跟國防部長 誰對台灣有管轄權 他說當北京政府花越久時間想航線的問題 越有可能對台美產生好的結果 你看美國很會玩政治遊戲 台灣人是玩不過美國的 所以從這個新聞我們可以 有幾件事情我們可以反省一下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際組織 聯邦政府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這是不同的兩張名片 問題是這個台灣是什麼 這個比較複雜 這個已經很多人搞不清楚了 很多人已經把這兩張名片 名片的頭銜跟名字混在一起了 那又更多人把台灣搞不清楚 我們來看台灣是什麼 誰有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美國嘛 我剛剛已經舉危機解密給你看了 那關於這管轄權呢 你又可以去網路上搜尋一個張鳳強事件 你去Google打張鳳強 你就可以 這件事情會涉及到防控識別區的軍事管轄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們先來講一下什麼是管轄權好了 請問一下齁 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個家庭裡面 覺得 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請舉手 老婆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請舉手 老婆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請舉手 舉手 舉手一下 覺得是媽媽 老婆 老婆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舉手 我不要兩個都舉啦 選一個 誰比較大 老婆比較大的請舉手 老婆比較大的請舉手 依照自然法 自然的法則 不要去考慮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 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是民法裡面最重要 就是繼承 誰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 這小孩子可不可以繼承這個家庭 誰可以決定 是媽媽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個媽媽才可以決定 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搞不好剛頭生了 對不對 所以只有媽媽可以決定這個小 所以 小孩子為什麼要對媽媽很好 因為媽媽 他對這個媽媽媽就說 你不是我生的啊 你是 小孩子的 婆子的啊 或是怎麼樣對不對 或是你的爸爸不是這個爸爸啊 所以只有媽媽 或者是助產士 接生的那個人 才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決定這個繼承問題 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領土 一個國家 一個領土 一個家庭 什麼是最重要的 就是繼承嘛 所以誰可以決定這個領土的主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有管轄權的人 好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新聞 好 這一次呢 世衛組織的文件 矮化台灣國閣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賽比优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有權可以片面地決定台灣的地位 美國的衛生部長 確實在是很高興的 支持 提供台灣的態度 在2009 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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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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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結論是什麼 就這一句話 美國說 美國的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為什麼有權利講這種話 就相當於 他是說 任何人都沒辦法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爸媽是誰 只有他有辦法 他就是那個小孩子的監護人 這就是管轄權的案例之一 第二個案例就是說 2007年 也是危機解密 自由時報有報導 2007年的時候 美國曾經行文到聯合國 給秘書長潘基文說 不能再使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個用語 美國為什麼又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 這小孩子 將來要用什麼頭銜是我來決定 是由美國來決定 聯合國沒那個權利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國家 仔細看喔 這個影片的作者 製作的人覺得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國家 你們看可不可以 走私報告 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友好到怪 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隨後發言的國務院監視即打擊人口走私辦公室主任馬克雷根大使說 台灣在上星期與美國執法單位密切合作下 破獲了一個人口走私集團 逮捕了12名嫌犯 該集團被懷疑經由人口走私方式 將女性送到美國和其他國家 從事賣淫等工作 這起案子充分展現了台灣當局對打擊人口走私的積極態度 仔細聽喔 他仔細聽喔 例如 俄羅斯 倫加利 蘇格尼亞 和伊斯里爾 都都做了大部分的改善 如台灣 和印度尼亞 羅斯 巴利亞 巴魯和亞美加 所以他說的國家是 countries 因為美國國務卿來斯在記者會上這麼講 那記者呢 把 country 翻成國家 所以記者跟做那個影片的人都認為 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國家 這就是說 翻譯會有時候會失真 如果你不了解 country 應該翻成什麼的話 你把它翻成國家 你就說 那美國國務卿都這麼講 所以台灣是國家 這是很多台灣的記者會犯的問題 也是很多台灣人會犯的問題 我們從這個國際組織來看說 什麼是台灣當局的本質 台灣的地位 跟什麼是國家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亞洲開發銀行 叫做ADB Asia Development Bank 亞洲開發銀行 最早呢 中華民國是創始 就是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 他是按照什麼呢 區域內國家按照國民所得分攤 認股 你要認股喔 所以出錢的人講話很大聲 他有區域內跟區域外 所以他是亞洲嘛 對不對 所以有一群區域內的 亞洲的 然後美國也有出錢 所以美國算區域外的 在中華民國當然他一開始 因為這個身份取得一些貸款 那時候修建南北高速公路 建石油化學工業開發電力資源 到了72年就是1983年 1983年那時候 中華民國已經 其實不能叫中華民國 應該叫中華台北了 他那時候 申請要求參加會員 因為他已經 不是 中國透過 中共通過的途徑要求他要參加 他要排除這個 中華民國的匯集 中共表示 我方 我方是什麼 我方就是中華民國 也就是中華台北 可以使用台灣 China 的名義留在亞洲開發銀行 美國是建議用台北 China 有沒有 所以美國是什麼 你不能用這個 因為這個會讓人家以為 你是中國的一省 對不對 可是你為什麼可以用這個 因為這個就是 Chinese Taipei的變形 等於是 這是你本來的名字 可以表現出你的身份 你是聯邦政府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所以 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 就通過了美國的建議 一開始用台北 China 但事情還沒有完喔 事情還沒有完 中華民國一直希望說 他一直捐錢 然後希望說 能夠改回 至少改成台北 China 你看這是玩文字遊戲 這是到底是什麼 台北 China 但是事情發生變化 什麼變化 因為香港回歸 香港是97年 1997年回歸 所以在1998年的時候 香港是以中國香港 香港 China的名義 參加這個ADB 就是亞銀的理事會 所以如果你還用 台北 China的話 不是會讓人家誤會說 台灣跟香港是同樣的地位嗎 所以 他們就發明了 一個叫做 創造性的文法錯誤 什麼文法錯誤 他把空一格去掉 學過英文都知道 鬥點後面要空一格 對不對 才不會被老師打錯嘛 可是呢 他為了要跟香港區隔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 鬥點後不空一格 很好玩喔 中華 這個台灣當局 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什麼叫國家 什麼叫Country 這裡的國家是Country 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我們來看看 最近這個 油的事件 橄欖油 不是摻什麼葉綠樹桶 什麼的 對不對 鬧很大嘛 這個陳廷飛 就開記者會說 啊 你去看那個條碼啦 條碼可以看出產地國啦 這個國你看我用紅色的 產地國是哪個國 想一下喔 那條碼跟產地國標示不符啊 消費者不知道 這個道理是不是西班牙來的啊 毛治國的夫人叫大家要參考產地國 產地國的確切依據只有國際條碼 那 那到底是怎樣 所以呢 這個台灣當局的代碼是471啊 大家記下來 所以 我們來看什麼是 條碼 最常見到的那種條碼 我不是說像書本 書本可能是ISBN 最常見到的條碼叫做EAN 尤其這種零售產品的 EAN有八位跟十三位 我們只講十三位就好 你看喔 這個文字是從維基百科的中文版抓下來的 所以維基百科的中文版寫這一段的人呢 他也把country翻成國家 所以他把這個前三位叫做國家代碼 有沒有 他把前三位叫國家代碼 然後後四位叫生產商代碼 在後五位叫做貨品代碼 最後一個是校正碼 所以有十三位嘛 三加四加五加一嘛 十三位嘛 所以你只要記得看到前三位 你就可以判斷 那個 好 判斷什麼 如果看新聞就知道 他不能判斷產國嘛 產地嘛 因為那只是說登記的地方嘛 登記的地方不代表生產的地方嘛 對不對 這個產品在哪裡登記的 就是前三位 但是他這裡認為這是登記的國家 錯 你看喔 比如說這個例子 這個條碼 前三位叫做590 有沒有 590 590 590是哪個地方 590是波蘭 等一下你就看到 那這個條碼你看它是用英文 它英文是用countries 那個 那個是countries countries可以翻成國家嗎 我們來看一下 前三碼 你看美國有這麼多 什麼000到019 對不對 日本是450這樣子 台灣當局的代碼是471 有沒有 香港的代碼是489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ies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對不對 很簡單 波蘭有沒有590 我講了 590是波蘭 中國是這樣子 南韓是這樣 馬靠是什麼 馬靠是澳門嘛 澳門的代碼是958 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啊 所以香港澳門都有代碼 那你說這個代碼 前三碼可以叫做登記國嗎 不可以嘛 它只是說登記的那個疆域 那個地方 登記的疆域 有當局的那個疆域 所以country不能 在這個情況下 不能翻成國家 有點慢了 快一點 所以這個 你看一下喔 這些國際組織 像聯合國啊 不能加入啊 台灣當局不能加入啊 WHO 觀察員 這是美國 美國幫忙才有辦法加入 他名字也是用中華台北 有沒有 中華台北只是名字 但是這個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他有兩個名片 你要記得 一個是流亡政府 一個是台灣當局 所以他是用台灣當局的身份加進去的 他不是用流亡政府的身份加進去的 你要區分這個 當然紅石智慧 中華民國紅石智慧也是假的啦 這大家能夠知道 這個很有意思喔 國際貨幣清算銀行 清算貨幣的 國際間清算貨幣的那個銀行呢 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 不是他的成員喔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是他的成員喔 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可以是貨幣清算銀行的成員 中華民國號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中央銀行不是他的成員 那清台幣是誰背書的 彭華南背書嗎 對阿 所以誰背書 新台幣為什麼要罪美元 這個保母在幫你背書嘛 你要了解戰爭法你才能去解釋這種事情 國際法跟戰爭法 這個 WTO啊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台灣當局的加入身份是獨立關稅領域嘛 台澎金嘛 獨立關稅領域嘛 這個在秘書長的新台灣論裡面 有一個章節專門講這個 我就不講了 他講得很精彩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他是佔領下的獨立關稅區 i-code我們剛剛講過了 所以你看這個國際化標準組織的代碼 country code 如果你翻成國碼的話 你會看到香港344 香港不是國家 可是香港有country code 所以這country不能翻成國家 有沒有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也不是國家 第三個國家的字叫 再來一個國家的字叫Nation 根據一個國務員本 這個國務卿鮑威爾呢 他那時候去訪問北京 他告訴香港方法衛士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並不相有主權 記者一定會把Nation翻成國家 原文在這裡 原文在這裡 再來我們看第三個字 第三個國家 記者有一旁叫做State 在白宮簡報會 回答記者的新聞稿 針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 第一次公開表示 聯合國的會員 必須是國政策的 國家的身份 台灣或中華民國 目前都不是一個國家 而中華民國仍然是未定的議題 至於入聯公投 更是會升高台海的緊張情勢 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把台灣 或擁有正式國號的中華民國 都定位為非國 大家看一下就好 因為我有截錄他的文字 所以 所以這文字就是這樣子 就是 聯合國成員需要國家 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這個國家 這國家是用State 所以 現在我們看到 你看喔 所以 中華民國跟台灣 這台灣是什麼 是統治當局 它不是主權國家 不是Sovereign State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作為一個Nation不祥的主權 所以這個Nation 這個台灣是指的是什麼 是人民 兩個概念 一個是當局 一個是人民 然後呢 所以呢 中華民國就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 因為 它有個上 有個暗 所以這個台灣是什麼 是一個地理概念 台灣的人民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是類似Nation的概念 所以它有一個當局 Authority 一個當局的概念 一個地理概念 一個民族或是人民的概念 所以一個台灣有至少三種概念 至少這三個要區分 再來 台灣關係法裡面告訴你 台灣一時次情況需要 包含台灣及澎湖獵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及根據這些適用導力的法律 設計的其他當局 以及機構 1979年以前 美國成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及任何GTT的治理當局 所以一個台灣這個字 有幾種概念 有五種概念 台灣及澎湖獵島 地理概念 島上的人民 人民 the people 這個概念 公司 這公司是cooperation 就是法人 第三種概念 第四種概念 就是非法人 第五種概念 當局 一二三四五 都是可以用台灣去韓國 所以它就是美國在玩模糊 就是這麼模糊 你看到這個台灣之後 你要想它是代表哪一個概念 我們可能沒時間講這一幅圖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演講 簡單講一下這三個字的差別 所以地理概念就是像這個 所以你最好翻成疆域 它是豐俗制度的自治體 因為這個count c-o-u-n-t 在英文是伯爵的意思 就是中古世紀那個貴族 伯爵的意思 伯爵的領地 所以叫country 所以它是說 在這個領地上有共同的制度 要繳一樣的稅 比如說台風 那這個nation 這個n-a-t 它是語言是來自to be born 就是被生下來的 所以 它是跟 因為是被生下來 所以它跟語言跟文化是有關的 所以它這是一個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像 它可以翻成民族啊 或是邦啊 國啊 那這樣的共同體 像中華民族 中國它是塑造中華民族 就是塑造這一種共同體 state是什麼 state是戰立起來的意思 它的語言是戰立的意思 它是政治法律的命運共同體 它才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因為決定人 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是只有法律才能夠決定 像夫妻嘛 對不對 同居 這個是同居啊 兩個人喜歡住在一起啊 同居不是命運共同體啊 對不對 只有夫妻有法律保障的關係的 才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沒時間講這個了 這個例子就是大英國寫 英國就叫聯合王國 它是有皇權控制 皇權就是那個皇冠啊 但是皇冠下面不只有英國 它有好幾個地方 譬如說皇權屬地 有海外屬土 海外屬土就包含香港 香港是屬於海外屬土 香港是只屬於這個女皇的 不是屬於聯合王國的 雖然聯合王國可以帶女皇去管它 這跟台灣有關啊 所以大英國寫就是有包含這些成分 最近退出了一個叫做甘比亞 甘比亞 在今年10月退出了大英國寫 我們最後講一個概念就好 叫做主權在民 人民可不可以當主權者 什麼是主權在民 如說的主權在民有三個成分 第一個是形成公益 要有共同意識說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要組成一個社會 公民社會 再來是主權者去代表這個公益 由政府去實行這個公益 這兩個如果結合在一起的話 很容易獨裁 但是如果像美國的話 他就想了一個方法去克服 讓他不會獨裁 所以2到3是授權 1到2涉及公益及主權者的產生 產生不同的國家 所以1到2是國體 2到3是政體 國體跟政體是可以分開來的 如果表決不是全體無益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 為什麼奴隸投票 可以去代表那些不想當奴隸的人 如說在問這個問題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方式 至少在一個場合曾經通過全體無益的表決 也就是說什麼是公民社會 你必須先有個共識說 我們要形成一個公民社會 如果沒有這樣子 這公民社會就是假的 台灣是不是 台灣現在不是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個地位上 法律身份有兩種 一個是佔領者 一個被佔領者 一個佔領者是包括那些中國難民 所以他們的法律地位 跟我們的法律地位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說我們情感認同 我們就同居 我們就可以決定共同的未來 那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的整個資源就是被他們掌握住 他們是難民 可是他們同時是佔領者 所以這個不叫做真正的公民社會 所以結論是人民不是主權者 主權者就是人民的那個代表 因為人民他沒有辦法代表 他要有代表 所以台灣人民的代表就是天皇陛下 可是天皇陛下現在因為戰爭的原因不能講話 公民才可以形成公義是參與主權之間威 居民不行 外國人不行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比如像天皇陛下 如果他代表公義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源自公民 而不是那些居民 不是那些難民 他們有人權 但是沒有政治的權利 謝謝 謝謝 各位好玩車起立 走勒 客戶好睡 老闆一樓餐廳 還有點心好吃齁 那個 要放在桌子上 齁 好 蔡黃鳳 劉慧涵 吳祥允 以上三位在嗎 那過來找我一下 謝謝